在現在處理廣州大橋 因為那個客流量這麼大的時候 主要是B6線去東沖巴士線 在我們和地方人士和巴士營運商討論之後 在即時已經進行了改善安排 政府部門低估了吸引力 而且人潮是這麼快去到更多人 可想而知這條橋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尤其是它的價錢是挺真實的 60多元以來香港 真的很少遊行運房局是比較大的責任 因為他們是制定整個交通的方案 包括車的百分子、流量 所以在公共客運方面 他們在制定的時候更低估了 東沖那件事也可以看到的部門 都是計錯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它沒有可能將那個 放在東沖的正正地鐵站的命運 令東沖那裡嚴重引流濟實 我們真的不能接受 有很多事情它打算慢慢做 除非開通之後 就已經是這麼多人了 所以他們是有些草首不及的 所以臨急抱佛腳 其實就會出現了這一種准對釋距 但是它都應該要做的 如果它不做就更大一件事 因為接下來每個星期都會有一次 所以它要做的 我覺得這個亡人保留 好了 就算是要去做 然後再去做 就要去做 就要去做 然後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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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 就要去做 應該要做 現在那裡 其實 這個需求量 是非常龐大 只是廣東省 都可以做 如果我們價錢 有30%有興趣的話 香港幾千萬人都上來看港豬戶大橋 而有機制,大陸入境团 如果這個团本身有指定的地方旅遊 或者去旅遊景點,或者去指定的購物點去購物 這些都要預先登記 預先登記的話,就可以知道全方的情況 可以在交通方面,或者其他安排方面 起碼都可以有些事件的措施幫到手 但剛才說這些事情,購物不寫來 它沒有登記的要求 差不多有兩萬人 就算你說,我發覺沒有經營 你都告它不夠 因為它內地的,怎麼告它呢? 它不是香港公司 因此有兩地的法例問題 剛剛我們審議員的旅遊園條例草案 通過之後,女監獄就會成立 成立女監獄就會有一個執法的權利 以及檢望的權利 即使你在香港,它對法牌都統一有女監獄法牌 無論是導遊領對還是女人社 對於政府的安排來說 我們當然有慘望的地方 分流的配套的確政府是有所不足的 跨境直中巴也公道說 現在開不足的 無論是目的地的地點或數量班次 其實都是不足的 如果它能夠開通的地點增加 班次數量亦增加 靈活地去做這個接載的安排 其實基本上是一定可以做到多些分流的作用 由於東中的負荷能力已經超出了 我們就希望政府當局一定要做好配套去做分流 將那些旅行團可以透過坐跨境班次 直接去到全港各區 不用讓他們全部集中在東中 內地旅客來到香港 需要處理購物那些安排 如果在香港口望有充分這些設施 它根本就不需要來東中去做 但我可惜大家知道 到開的時間為止 我們見到店鋪只是了要可數 你便會造成居民和旅客之間產生衝突